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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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意好了 所以就是我們整個CN 有一千多個周位 我們那個CN很大 樓上樓下有一千多個周位 一千多個周位 又客滿 對 以前還有樓上 對啊 客滿到還要用站的 有時候還要臨時用補助影 讓站的人來做 真的是一種榮景 其實現在電影院 其實都是數位化 所以其實我們要找到膠卷 那幾個地方我們找了嘉義 找了台中 找了淡水 最後是在淡水跟台中拍的 要找到那種膠卷 現在用膠卷 很少 已經沒有人 沒有人 沒有人 由金鐘導演張靜蓉指導的 場景劇展 阿青的人生三部曲 為呈現早年的電影院場景 劇組找了五個地方的舊式電影院 就這樣拼湊出一家電影院的全貌 由馬國賢全是廖幾青師兄的角色 相當恰如其分 演出師兄早期經營戲院的階段 還特別去學阿納棒的娘 節目中張靜蓉導演和演員馬國賢 以及廖啟欣師兄三人 暢談電影興衰歷程 經過時代的變遷 電影也從傳統的膠卷放映 變成數位化放映 不過電影膠卷帶來獨有的電影效果 也是影迷心中最初的記憶 我是不得已 媽媽沒有辦法幫我安排 我才自己去安排我的生活 我的學業 現在有一個這麼用心的爸爸 幫你們安排學校 安排歌戲 這麼關心你們 結果你們還不懂得 不得點錢 所以當然我會很生氣 其實自己的興趣根本就不是 在讀商課 可是那時候爸爸的觀念就是覺得 女生就是應該去讀商課 然後男生就是應該去讀工課 然後我那時候無厭的抗議就是 我大概前一兩年 我都故意考試考不好 然後甚至被當掉 我也是要讓他重視說 其實那個真的不是我的興趣 希望他可以幫我一忙 已經讓他走了五年的N網路 讀五專嘛 那結果又沒有從事 他原來熟悉的國際貓運的這個行業 好多好 表示說他一定有很大的決心跟理由 要不然不會說白白要浪費五年的時間 其實佩穎現在 目前在中部地基 室內設計算是做得滿有成就的 我現在想起來如果當初 不要讓他去讀五專 讓他去讀那個美工課 從那個基礎來學習 今天的成就一定會更高 我這次想說 佩穎 佩穎 你想要做什麼 讓你自己去做國庭 啊 哇 你看那個樓 管你那個樓是一拍 廖啟欣一身精彩 他做過各種不同的行業 從電工老師 音響店老闆 開電影院 到現在是長青學院的歌唱老師 他在每一次領域的工作改變 都經營的有聲有色 也因為受到母親勤儉持家的身教影響 有著不向環境低頭及不服輸的態度 對於推廣節約能源更是不遺餘力 人生意外地轉了很多個彎 也因為如此 譜出溫馨動人的生命故事 如果想我比較好 你不要這樣想 我知道我現在說什麼 你們都聽不下去了 不過總有一天 你們一定知道 這個生電生水 不只是生電生水而已 你說什麼都會啊 開餐廳的雅宅 那是什麼 是嗎 我真的要讓你提醒 厲害的太多 誰敢告訴你 是嗎 開餐廳都會親家的事 不能全部都怪不得了 是嘛 我們一會兒 只要可以平安快樂 一會兒 又賺到有了 這不是上校的 我們這裡補的屁 電視台馬上就有了 我們以後是要賺什麼 請問 是這些我身心酷了的地方 也希望混亂 打拼的地方 我們已經沒有那麼多 能夠了解 不要到時候 我們要離開的時候 已經整天很多了 太陽高火聰亮 你是誰還不去開電火啊 我說 要在每個台灣廟 都打在裡頭說 要隨手關燈 好 好 其實 腳掌 早就把我們拿死過了 那天哪是可以省熱 現在就可以倒閉這塊困難了 要洗你啦 好啦 老闆 老闆女兒 老闆嚇到來了 林娟 我跟林君 已經有討論過了 本來開家後 就先去買一間房 還休息一整個 又怕什麼 聽你這樣說 我就放心了 這是最好的一間房間 最好的 最好的 我很好 我問客人 放最好的一間房間 她的想像 她說 心甲 就親出一間房間一樣 那時開始 就永遠不會停下來 我想可能很多觀眾 在看到這個畫面的時候 是相當有感覺的 沒有錯 人生真的就像一部電影 開始放了 它就不會停下來的 馬上來為跟大家介紹 現在這個到現場來的 三位特別來賓 首先介紹的是我們的本尊 廖啟青師兄 師兄您好 主持人好 全球大愛的觀眾 大家好 我是廖啟青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飾演這個廖啟青師兄的 馬國賢 國賢您好 阿家師傑好 還有我們全球大愛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國賢 還有我們要介紹的這一位 就是我們看到這麼多 漂亮美的畫面 然後這麼好的作品的導演 張金榮 張導演 導演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開始放電影的時候 差不多是 差不多在民國三十幾年開始 光臨那個時候就開始有電影了 黑白電影 就是用這樣子的方式在放電影了 對 那一直到沒落的時候是在 沒落的時候大概是民國八十年左右 那時候開始出來錄影帶了 錄影帶 所以就開始就沒落了這樣子 對不對 那導演那個場景很難 很難 那個場景 然後包括那樣的一個機台 現在應該都很難找對不對 尤其是現在電影院 其實都是數位化 所以其實我們要找到膠卷 我們那幾個地方 我們找了嘉義 找了台中 找了淡水 最後是在淡水跟台中拍的 對 要找到那種膠卷 現在用膠卷 很少 已經沒有人用那個放 沒有了嗎 對 所以我們是真的去把它 這樣的機器 然後真的重現它 然後在現場是真的有放嗎 真的有放 那些機器都沒有在用了 但是還能用 但都沒有在用 然後我們把它拿出來 重新使用 真的喔 然後就真的用膠卷 這樣子 用膠卷 而且我們看的是以前那個什麼 阿柳 柳哥 柳哥 台灣柳 那個 類似這樣那樣的片子 老片 老台語片 那導演很喜歡看電影嗎 喜歡 喜歡 可是我們說的 因為小的時候 我們是用那樣的方式看電影 但是現在很簡單 大家都有家庭電影院 劇院 家庭劇院 家庭劇院 你就這樣兩種的 不同方式的看電影 對你來說 有什麼樣的感受差別嗎 我覺得到電影院 它是一個封閉的場所 整個都烏雞麻黑的 你不會有手機響 或者電話響這些 或者是鄰居 或者家人來叫你吃飯 不會有這些干擾 對 所以其實你可以很專注的在 在那個 撇開就是 你那個 聲光效果 其實你還是可以很專注的 在那個電影院上面 電影上面 可是人家在家裡 就不一樣了 你會被很多東西打斷 沒有錯 那個觀影的專注力 都差很多 可是以前那個年代的美好 是說 不管什麼樣的片 你不可能在家裡自己發 是 沒有錯 一定要走進去 所以當初我們在 經營電影那個時代 幾乎 放在每一部片子 都會賺錢 賺多賺少而已 不會有賠本的這個可能 當電影院很風光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一個 什麼樣的一個景象 生意好的時候 就是我們整個戲院 有一千多個周圍 我們那個戲院很大 樓上樓下有一千多個周圍 一千多個周圍 又客滿 對 以前還有樓上 對啊 就會客滿 現在那個戲院都很小 很小 隔好幾天這樣子 客滿到還要用站的 有時候還要裝那個 臨時用那個補助儀 讓站的人來做 真的是一種榮景耶 導演透過畫面 他讓你感覺到 你看到那個當下 當年那個時代背景的一種張力 好 國賢 你跟導演的合作 這是第幾次 這第二次合作 第二次 好 你對導演在這些畫面的處理上面 就我們演員來講 你的感受是什麼 那我覺得導演他其實 因為他鏡頭其實給得很細膩 我看電影看那麼多 但是我從來沒有看過電影的 我大概是要怎麼放 但不知道機器是怎麼樣的 所以你這次真的有學嗎 所以我這次包括就是 裝那個軟片 對 我都會去學 怎麼裝怎麼弄 其實還蠻複雜的 因為它的膠節很長 很容易燒掉 所以變成你可能 中間還要留一指到兩指 而且好幾個地方都要留 所以它那整個弄下來是很長的 然後我大概學 學了差不多半個多小時 就是重新一直練習 一直練習 去弄 那師兄 真的因為我們剛剛在這個畫面裡頭 有看到了導演特別處理 你放那個最後一場電影的 那樣的一個畫面 現在我們想要把你的記憶 拉回那個當下去 你還記得嗎 那一天放樣最後一場電影 來看的人也很少 那我就臨時找一個鄰居 就在那個收票館那邊幫我收票 然後就帶著我的師姐到樓上 他一邊陪著我放電影 另外還有一邊的那個視窗 可以看到當時那一部片子的那個景象 當然那個心情是覺得 有一點很紓肉 也覺得很難夠 好不容易經營十年的那個事業 那麼就這樣 因為受到這個錄影帶的影響 第四條影響 揮得要把這個生意做一個結束 其實我們看到師兄的人生 也是高高低低 起伏不斷 師兄是一個很有自信 樂觀 而且相當堅強的人 他很多的事情其實都先往好處去看 樂觀的方面去想 非常感人三位的分享 謝謝 感謝 感恩 對 從我們的電影收起來之後 你的構想 越變越奇怪 我去哪裡就奇怪 你喔 變得很難溝通 我覺得我的影響是黑衣 所以我想說 你要想 你喔 就在你的電子科 要黑衣 那是配 才我可以去做對不對 我畢業之後 一定要去給我身體設計 我沒有想要放棄 我的夢想啦 你如果有興趣 就去玩了 不過 這件事 是你媽媽知道 你們爸知道 好 以前是怎麼說 有嚴重嗎 叫你別打工啦 現在都出車好了 我知道啦 我不會跟你們爸說的 很糟糕 你不要這樣 你要去找佩穎 哪不跟我講一聲呢 那你們兩個 不是我怎麼知道 我就自己去了 他現在中心 需要給他休息 以後 每個禮拜 都叫他回家休息 那補時 就是不要補了 佩穎 不像這樣 可以補室內設計 怎麼可以當話庭就聽 什麼室內設計 不然佩穎 我會用我的錢去補室 都在中心 還堅持要去打工 原來補室內設計 我 開箱 你聽我解釋 你不用解釋 妳跟佩穎說 從今天開始 不用補了 都不用補了 馬上回到我們的現場 來為所有的觀眾朋友 介紹今天的特別來賓 首先介紹的是 我們剛在戲裡頭看到的大女人 廖佩穎 佩穎您好 主持人好 全球大愛觀眾大家好 今天想要介紹的是我們戲裡頭的女主角 但是今天是本尊來到我們的現場 歡迎林鈞師姐 師姐您好 主持人好 全球大愛觀眾大家好 我是劉蘭姐 我們剛看那個戲 相當的有張力 爸爸很生氣 就是因為不聽你的安排 所以你很生氣 真的是這樣嗎 是 真的是這樣 但是你的安排 你如果沒有尊重過人 你沒有先問人家 他去打工為什麼不行 其實當時 我是想說 我是不得已 媽媽沒有辦法幫我安排 我才自己去安排 我的生活 我的學業 是 現在呢 有一個這麼用心的爸爸 幫你們安排學校 安排科系 這麼會關心你們 結果你們還不懂得 不...不...不認...不認情 所以當然我會很生氣 我這一切都是為你們好 對耶 師兄 因為我現在也為人父母 你這樣講我也很有感觸耶 其實這是一種父母心 但是佩穎 你是孩子的那個角色跟立場 你真的可以理解這一點父母心嗎 不能理解 那時候覺得 其實自己的興趣 根本就不是在讀商科 可是那時候爸爸的觀念就是覺得 女生就是應該去讀商科 然後男生就是應該去讀工科 對 然後我那時候無言的抗議就是 我大概前一兩年 我都故意考試考不好 然後甚至被當掉 我也是要讓他重視說 其實那個真的不是我的興趣 希望他可以放我一馬 所以在你那個時候 你也沒有試圖地去跟爸爸溝通說 那個才是我真正想要的興趣 那個才是我真正未來篤定的人生方向 你有去跟爸爸試著溝通這個部分嗎 沒有 我覺得那個時候的爸爸是很難溝通的 有 我們剛剛在戲裡面也看到 對 媽媽也說你現在越來越難溝通 對 沒錯 師姐 那個階段師兄真的是這樣嗎 對啊 他決定的事情也很難改變他 師兄真的很固執 你欠他他也不一定會聽得進去 就順著他 連你跟他講都沒有用嗎 對啊 那如果你們在教育孩子上面 有不同的意見 那你通常會怎麼處理 後來我想想 如果是對孩子好的 我也會去力爭到底 跟師兄說 這個也要給孩子有一個空間 給孩子自己走自己的路 是 有哪一件事情讓你印象深刻 你力爭到底的嗎 就像佩穎說的 他讀室內設計到 還沒有讀他讀五專 後來到台北去上班 然後後來我就 一定要給佩穎走室內設計這條路 就跟師兄溝通了 那時候已經是學校畢業上班 畢業上班 也真的去上班 上班 也去貿易公司上班 因為是爸爸安排好的 對 他是要把工作辭掉了 工作辭掉 然後到那個 室內設計 室內設計的那個 訓練班 重新來 重新開始 這樣 所以那時候 你是完全不同意這樣的事情 後來那件事我有同意了 但是有沒有革命 沒有革命 那你為什麼會 在這個事情上面同意了呢 後來我是想說 已經讓他走了五年的 那時候 他就在這個 演員網路 讀五專嘛 那結果又沒有從事 他原來熟悉的那個 國際貓運的這個行業 是 表示說 他一定有很大的決心跟理由 要不然不會說 白白要浪費五年的時間 其實佩穎現在 目前在中部地區 室內設計算是做得 滿有成就的 我現在想起來 如果當初 不要讓他去讀五專 讓他去讀那個美工科 從那個基礎來學習 今天的成就一定會更高 但是有的時候 人生就是這樣 拐個彎 讓我們看到了 不同的人生風景 所以現在你看 跟師兄姐 然後跟 不管跟師姐 或跟小孩的一些互動 也都變得比較和諧了 是 所以就不會有我手上 這個東西了對不對 其實觀眾朋友 我手上現在有的這些是 已經黃調的一些信紙了 這些黃調的信紙 其實都是當時候 師姐寫給師兄的信 師姐想請教一下 當初怎麼會寫這個信給師兄 因為是跟他不好表達 就用寫的 生氣到不會跟他講 好像說有苦難訴這樣 自然而然就寫信 因為呢 我們現在看到這第一封信 我們也有看到 師姐寫說 我決定後天早上走了 那家輝我要帶走 對 所以這個是一封 準備要離家出走的信 應該是這樣沒錯嘛 對不對 師姐非常的單純 而且相當的可愛 他寫給師兄的信 準備要離家出走 他上面還壓上時間 他寫說後天 因為不是今天 不是現在 也不是明天 是我後天 所以你要記得 當初他離家出走的這個過程 並沒有完成 並沒有完成 他是說後天 但我當然會採取一些應變措施 一定 跟他道歉 對不對 阻止他離家出走的這個 一定要這樣做 你那時候有這樣做嗎 有這樣做 確實沒有離家出走 真的 離走不成 你做了什麼 師兄 你做了什麼 看完了信見 當天晚上 就跟他道歉 對嘛 還要苦福哀求 真的 所以有時候夫妻相處 真的 有時候想一想 不用計較這麼多 對不對 有些事情 彼此給一點空間時間 好像也沒那麼嚴重 說出來 那個 不要把面子放那麼大 對 就好了對不對 收小自己 對啊 所以你看 你一旦跟師姐稍微道了歉 師姐沒有離家出走 是沒有離家出走 對不對 所以我們說哪一個 夫妻生活在一起 不有一點吵吵鬧鬧的 所以佩穎你小時候 看到爸媽媽在吵架的時候 當小孩心裡面的感覺是什麼 會很害怕嗎 然後吵到最嚴重 是什麼樣的情況 小時候會害怕 因為如果他們吵架的時候 我跟弟弟就要負責當傳聲童 或者有時候會掃到紅台爺 真的 然後 我只記得 國小有一次 就是下課回家 然後媽媽就很 很直接了當地問我們說 我們以後是 要決定跟爸爸還是跟媽媽 然後 兩個弟弟他們都馬上 一口同聲地說 他們要跟媽媽 但是只有我沒有給答案 不愧你是長女 也不愧 可是我也不是要跟爸爸 我想跟媽媽 對 應該是嘛 對 但是那時候你對媽媽 提出這樣的問題的時候 其實 你可能想到的是更複雜 對不對 並不是一翻兩瞪眼的事而已 對不對 對 我常常覺得家裡面的長女 真的都會非常的成熟 今天真的非常感恩 三位的人生故事 這樣跟我們分享 真的很棒 讓我們學習到很多 師姐 沒有錯 有時候很氣的時候 說不定是想要用寫下來的 這個我也有經驗 真的是很棒 謝謝你們三位的分享 感恩三位的分享 謝謝 感恩 更感恩全球觀眾朋友的收看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稍後馬上回來 每當台中大甲刺激聯絡處 要舉辦大型活動的時候 幾乎都可以看見 廖啟青忙碌的身影 她總是會提前出現在這裡 確認每一樣器材 因為活動裡大大小小的影音設備 幾乎都是由她負責操作的 應該會有兩位人員 一位師兄師姐 現在有些師姐也會做這個 由於本身學的是電機 廖啟青加入慈激後 也把這個專長發揮得淋漓盡致 不過她在志工崗位 投入最深的 其實是公關志工的角色 要在更多的媒體上曝光 只有單純的活動訊息是不夠的 必須要有故事作為報導的重點 他們切而不捨的努力 也讓許多的媒體 樂於加入報導的行業 把這些充滿人間溫情的故事 散播出去 廖啟青知道 從自己做起 更能產生帶頭的示範作用 例如慈激今年例行的減碳運動 為了讓更多人能接受這個理念 她甚至還拍了一支影片 直接用實驗的方式 告訴大家節約能源的好處 拍著這個片 有實際的東西讓他們看 不是只有理論上 實際上 其實電流就是消耗那麼多 結合自己的電機知識 攝影技巧 廖啟青要將環保減碳的好處 深入且出地 穿搭給一般大眾 每個星期一早上 廖啟青都會來到台中線外埔鄉 老人活動中心的長津學院 擔任歌唱老師 指導社區裡的長輩們唱歌 雖然終點費不多 但這卻是她從職場退休後 持續了十年且樂此不疲的一項活動 不管是在此季當個傳遞人間真善美訊息的公關職工 還是在社區裡當個傳唱快樂活力的歌唱老師 一路走來 廖啟青說自己就是單純的用一份歡喜心來付出 這也是她始終能夠永保動力的不二法門 馬上來介紹我們現場的兩位特別愛賓 首先介紹的是胡美蘭美蘭師姐您好 主持人好 全球大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接著介紹是楊國勝 楊師兄 楊師兄您好 主持人好 大愛全球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楊國勝 我們大甲區人文真善美的鐵三角 現在到齊了 想要首先請教一下 為什麼會稱說你們三位是鐵三角 這鐵三角是怎麼形成的人 師兄 因為是剛好我們那個人文團隊 就是三二一的人文團隊 美蘭跟楊師兄都是擔任窗口 他只要美蘭師姐是負責文稿 楊師兄負責那個錄影跟照相 那麼我就負責這個記者這個器塊 所以才結合成這個鐵三角 師兄 這聽下來是相當的專業的 這跟一般我們說的 專業的一些媒體記者在做的事 真的不相上下 好厲害 好專業 謝謝 看起來好棒 不過我們剛剛也提到了 楊師兄 因為我們看到你在這個鐵三角裡面 你是負責是錄影的部分 可是我們看到喜 一開始你並不是這樣 你一開始接觸的時候是負責陰控的部分 是不是 對 最早出出的時候 好 來聊一下那個過程是什麼 然後怎麼會跟師兄結緣的呢 就是有人來他就想說 這個可以 是不是可以在某一個功能 他有一個 他也能夠學到的話 就能夠控制這個人 所以他 一開始他就 就叫我去學這個陰控 那陰控 有些是比較專業的那個些理論 應該是廖喜興師兄他的個性 就是比較嚴肅很 教條是這樣跟你做一個說明 兩三次 覺得說沒有興趣 有一次錄影的共修 他就說楊師兄 有錄影的共修 把我們一起去 回程的時候 廖師兄就跟我講說 你覺得你今天吸收得怎麼樣 你有沒有壓力又來了 沒有 我說 有聽是有懂 可能會很快就忘記 如果 如果可以的話 應該是買部機器 自己來摸手 這樣會學得比較 會學得比較快 後來我就是請廖師兄 幫我 幫我去問這個機子 是 就請廖師兄來幫忙 然後就買了一套這個器材設備 然後你就真的開始投入自己去學習 然後去了解 對 對 楊師兄你覺得這個過程 你得到最大的東西是什麼 因為這個學到的都是自己的 能夠在這個慈激的大家庭護士 當然是混乏系 最大的收入是自己 對 好 那我們剛剛其實也聽到了 這個美安師姐 你負責的是文案的部分 那當初怎麼會跟這個師兄 就兩位師兄結緣 然後怎麼會開始就是負責文案的部分 那通常你好像也碰到發稿的事情 好 我印象很深刻 應該是我2006年受證的那一年 那剛受證不久 其實那時候就接到我們 人文真善美窗口的通知 要我去採訪一位玻璃娃娃 廖師兄就跟我說明 我今天採訪的這篇文稿 就是也要提供給我們慈激基金會的秘書處 作為新聞稿的一個依據 那其實那時候 我剛剛進來人文真善美 其實對什麼新聞稿 記者會 說真的 我這些運作 我不是那麼清楚 那因為這一次的互動之後 其實廖師兄他說故事的能力 讓我很幸福 所以從這一次之後 我們的合作就一直這樣子下去 所以慢慢的 除了寫文稿之後 就也要開始你新聞稿 然後你採訪通知 對 就真正的形成了一個 人文真善美的鐵三角了 對不對 就完全形成了這樣 好 那因為我們在這個影片當中 我們也看到了 就是說 師兄他也非常致力於一件事情 就是節能減碳 對 那像平常你們的相處上面 會受師兄這一點影響嗎 在節能減碳上面呢 美安師姐 會會會 其實跟著師兄一起做節能減碳 他的一些 比如說冰箱 東西怎麼擺放 對 好厲害喔 燈管怎麼用這些 其實我自己受益很多 對 因為我在看這個戲的過程裡面 我也發現 冰箱那個真的是很棒的一個方法 就是說 我們冰箱應該怎麼擺放 其實是有一個規矩的 規矩 如果你這個規矩 養成了變成一種習慣的時候 就可以做到節能減碳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這樣可以節能減碳 師兄你可以分享一下嗎 那麼其實節能減碳 必須說要做到 有很多用電的習慣都要做改變 改變 你當然說水走關燈 這是一項 是 洗衣服要一氣一氣 會急很多再洗 對 冰箱 就是說把它整理的景然有細 每一次開門的時間 才不會開 對 才知道我東西放在哪裡 不用早來早去嘛 還有我們家的照明設備 一定要改成最省天的LED燈泡 或LED燈泡 像這樣照我剛剛講的那些方法 你如果有真正的氣力型 一個月其實 可以差不多省電30% 真的 而且我們說的 剛剛其實師兄教我們的這些 在日常生活當中 我們隨手就可以做 而且隨手就可以把它做到 非常好的 對 那你看如果這樣子 你一個月的電費 就可以省下30% 你想想 一年你可以省下多少的電費 再來還有一個 我覺得一個重點 當我們今天節能減碳 我們的地球 就會更美麗了 對 今天感恩三位的分享 謝謝 感恩 每天早上9點多 站在大甲長青學院樓下 就可以聽到一群阿公阿嬤正在練唱 站在台上交唱的老師叫廖啟青 哇 其實他是學奠基出身 曾經在大甲高工授課 因為很喜歡音樂 之後才轉換跑道改教唱歌 結束了我的那個四月之後 就是說剛好比較有那個中主的時間 我再去找老老師來寫這個唱歌 有一點成就的時候 剛好人家那個長青學院有缺老師 我們那個老師就推薦我到長青學院去教科 像是近年來慈濟積極宣導減碳 他應用所學的電機專長 在課堂上放影片準備教材 教阿公阿嬤從生活中省電 再灌輸全民減碳的觀念 這樣子老人家才會聽得進去 他響應推動課級副理節能減碳 於是自創了一套省電的廟方 有代機電流的電器設備 可以藉由這個開關把它切斷電流 裝上IC電源開關就可以輕鬆控制三個電燈 省下不必要的電源浪費 手機或是機器電池要充電時 可以使用計時器的插座 時間一到自動斷電 不會造成電力浪費 也可以避免電池充電過保發生危險 這種傳統的這個白處燈泡 兩個就要耗電0.15的電流 LED這一組它主要0.033的 電流 如果你用這個調速器調到你手需要的速度 這樣吹起來聲音比較小 也比較省電 你可以在冰箱門外貼上一張 食物儲存在冰箱的位置圖 可以避免打開冰箱的時間太久 讓外面的熱氣跑進去 這一些都是廖啟青的省電小廟方 雖然只是一些小小動作 卻可以為地球省下資源 為自己節省荷包 從影片裡面看到師兄好認真的在教每一個長輩 阿公阿嬤們在唱歌這樣子 但是好像在這個過程裡頭 也發生了一些就是小故事 一開始好像有一些阿公阿嬤也不太能理解說 雖然你教我們唱歌怎麼會那麼嚴肅 你是怎麼教我們唱歌那麼嚴格 那是不是真的有這一些過程裡面了 楊師兄 每一次阿公阿嬤上台表演的時候 他很用心聽 而且每一次每一季 他都會耳手指正 就是把它調整過來 阿公阿嬤說年紀我那麼大 你在當眾的面前 前班的面前來滾路 他就覺得說老師也這樣 我以後就不來上課 所以班上的學生就沒有幾天 很多人就不來 所以師兄這個事情 有沒有給你一個不同的什麼樣的感觸 就是說這些學生們 其實我當初去教的時候 我完全是用以前我在高工 教那些年輕學子們那種教法 我相信 不對 我就馬上跟你主政 那麼到長靖前來上課 其實那些平均年齡 幾乎都是在七十歲以上 都可以當成我的大哥大姐的 是 那所以說老人都孩子身 對 所以說 小孩子就是都要把他抹路 用站台 沒錯 既然是這樣 所以老人趕快 你就是要把他抹路 要站台 對 你自己主政 他覺得你給我沒有名字 他就不來上課 對 後來我改變方式之後 是 那麼呢 學生都也會接受我的這個教法 但是因為 我們說師兄的個性 本來就比較是這樣 對 比較嚴肅 所以你看喔 他教唱歌 他要把教唱歌這件事情 做得這麼好 對 然後他教節能減碳 他要去把它拍成一個影片 對 怎麼會想說把節能減碳 這樣的一件事情 拍成影片 因為如果沒有實際的東西 讓他們看 你光講那些道理 人家是不會接受的 把它拍成影片 把一些用電的習慣 一段一段各項各項都把它拍成影片 讓他們看到實際的東西 他們才會幸福 所以就是說我今天告訴你 不是只有告訴你 我還身體力行的去做給你看 影響給你看 對 那其實我們知道 美安事件跟師兄 也有因為曾經一個事件 然後讓你們彼此結緣的這個 法親之愛的故事對不對 其實因為我跟廖師兄 從我們開始做公關的新聞 這樣一路結緣下來 他長期以來 其實對我就一直很關心 因為他知道我師兄身體的狀況 是 然後 在我師兄第二次中風的時候 那一次在大腳開完道 然後就是癱瘓食欲 那當中其實很多事情要去協調 要去安排 那因為我父母跟公婆都走得早 其實也沒有什麼人可以商量 當時我有把自己封閉起來 我拒絕跟外界聯絡 那廖師兄 他很清楚我的作息 因為常常 之前會利用我午休的時間 來跟我討論新聞稿的內容 所以他 常常就是帶著青菜 或是一些小點心 他告訴我說 這是學生送的 送很多 我們吃不完 你幫忙惜福 其實我知道他真正的那一份心意 他是顧及到我的自尊 是 這份心意讓我很感動 那這中間當然他也會關懷 先生現在的狀況怎麼樣 其實有個人可以商量 對 心裡會有依靠多了 那我就其實也就很自然而然 雖然我說我拒絕跟外界聯絡 但是當他走進來到我補習班裡面跟我聊的時候 我就敞開心來跟他談 廖師兄就幫我問了很清楚的一些醫院的 哪些醫院有這個復健 然後他可以住院 其實那一份關懷 對 就像爸爸在關懷女兒一樣 是 只是支撐我再繼續走下去的一個動力 廖師兄他一路這樣關懷 孩子們也都看在眼裡 常常廖師兄打電話來 邵華說的就是 媽媽 廖阿公要找你 其實他們在孩子的心目中 就已經也是一個阿公這樣子在打愛他們 那這一份關懷 其實也是讓我們這個家 能夠這樣子繼續維持 能夠繼續這樣子走出來 所以我心裡真的對廖師兄很感恩 也剛好今天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可以對廖師兄說出來 我有真的師兄 真的我覺得你是一個 可能我們看你會覺得是 外表是一個很積極然後很果斷 或者甚至有點嚴肅的人 但是其實你內心裡面 你是一個很體貼 然後很關懷 很包容很溫暖的一個人 其實我們在你身上也看到了 你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時候 那個毅力 那個從頭到尾一定要做成功 包掛 包掛你在慈濟的法前之愛 這些人跟人之間的互動上面 你都是用了這樣的心態去完成的 真的非常令我們佩服 好 今天非常感恩三位的分享 感恩 就是這樣 我喜歡在祖母的方向 非常熱情 小姐好 太扯了 我們回來了 小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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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 太辛苦了 我剛才看她的表情 好像很失望 那眼睛 怎麼在哪裡這樣 要過一順 眼睛打下去 不就要換 敢講 不是啦 我這個是那個老 哇 就是跟她這種 對 這樣看起來 比較新鮮 小孩子 我也會擔心 這樣清水 不好啦 你這樣感冒 我給你換新的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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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請一隻 泡水衣給你穿 我喔 要請一隻泡水衣給你穿 我請一隻泡水衣給你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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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檯子裡面有請穿 還有我的鴨水衣 還有我的鴨水衣 這如果不穿 就要請一隻的山 我把鴨水衣給你穿 然後你穿的山 這樣兩座會 你差不多可以穿衣 你還要穿衣衣 那不是就要穿錢 就像你穿水衣服一樣 不是啦 我喔 如果這樣減用一些 那鴨水衣給你穿 那鴨水衣給你穿 那我喔 如果這樣減用一些水衣 就要讓鴨水衣給你穿 那一天 好想讓我和鴨水衣給你穿 都了解了 原來節能減碳 省下來不僅是緊急 是一種體重別人的心 也是一種不用麻煩別人 疲傷害死的愛 我覺得媽媽講的一句話是 很很棒很感動 因為如果我們減應 別人就可以減應 我覺得這個管理相當的重要 現代人都過度的浪費了 所以我要請教一下鄰居師姐 婆婆這樣勤儉的一種好習慣 對你來講有什麼樣的影響 對我影響是說 她很節儉這個精神 我真的很佩服啊 很佩服 好 那因為小時候佩玲其實你比較 因為爸爸媽媽都忙嘛 所以其實奶奶 有帶你一段時間對不對 你有一段時間跟奶奶相處 那奶奶對你的影響是什麼 印象中的阿嬤 真的是一個很刻苦耐勞的人 但是她總是對她自己很節儉 倒不是對我們這些晚輩 然後我印象中 她總是捨不得吃好的穿好的 用好的 她總是把最好的留給她的下一代 所以像以前阿嬤她來家裡的時候 你們會特別的就是說 要做給阿嬤看嗎 我都要記得關燈 我要記得關水龍頭 不會 但是她會跟在你後面 去關水關燈 小時候阿嬤綁的種子 我們只要種葉吃完都不可以丟到垃圾桶 就是要留下來然後把它洗乾淨 然後再煮過 然後她會用油的那一面 然後墊在下面 然後用乾淨的那一面 再包一次種子 那我們在戲裡面其實也看到包種子 這一段戲了 是的 師兄 我們來聊一下 就你覺得媽媽想包種子 我們戲裡頭呈現的這一段 它事情是怎麼樣的一個經過 然後你心裡面的感覺又是什麼 因為媽媽80幾歲了 我真是不捨媽媽再去包種子 是 但是也許媽媽她的一天外面的想法 就是說 我年紀大了 你們男人盾我是沒有用的嗎 就讓我貢獻這緊緊的一點力量 來包種子給你們吃 有什麼不好 換成現在這個時空環境來講 我也許會跟媽媽講說 如果你要包的話 那就是說包個一串 讓我們全家一個人吃個一個兩個 就夠了 同時可能我會像你這樣 跟師姐講 你要包媽媽 包種子 一起 一起 不要讓她那麼辛苦 那就像師兄講 也許很多的長輩就覺得 我能做的 為你做的就是這一點事了 所以有的時候 我們當子女的 稍微在這樣的事情上面 轉一個彎 想一下 然後讓那個事情整個更圓滑 然後從以前可能年輕 比較主觀強一點 比較大男人一點 然後經歷很多人生不同的階段 遇到很多不同的挫折挑戰之後 今天我覺得師兄很不一樣了 師姐你覺得 師兄的改變是什麼 改變他最大的動力又是什麼 我也覺得他真的改變了 因為他以前都是不跟你商量 現在都把什麼事情要做什麼 他都會事先跟你溝通 還有說也會收受他的心情跟心得 也許是我們走日慈激 說到那個喝很多那個慈激的四神湯 感恩之子包容善解 這樣真的對我們是 我跟師兄是最好溝通的兩方 也因為就是真的彼此一起牽手 對啊 走進慈激之後 也開啟了你們人生的 另一道不同的風景 對啊 對不對 其實我也感恩說 我有這個機會進到慈激 我如果沒有進到慈激 可能我們一個家庭早已破壞了 現在我懂得說 用善人慈激 給我們的感恩助主 善解包容這壹四神湯 來經營我們的家庭 所以當我們今天 走對了人生的方向之後 那這個人生其實 是可以一起大家來圓滿的 今天非常感恩三位的分享 感恩 更感恩 更感恩全球觀眾朋友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